哈喽大家好我是长毛大师兄 我们今天来开一个箱子那个粉丝 有两块石头寄过来啊 他想退坑变现还是说想赚无钱 那咱们就不知道 大概就是一个这么的一个变现过程 来看一下这个箱子里的石头究竟长什么样 这么小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 就一个墨细砂的这么一个料子 然后里面的话棉也比较重的 总不是特别的老 这里还有一个大加矿 这也是这么一个感觉像是 落花底的这么一个料子 一个解口 不知道另外一半去哪了 这个大哥我之前都说过了 我们买解口一定要很快一起去买 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另外一半的话 就是人家是切垮了切涨了你都不知道 所以解口一半的话 他的价格没有两块来的那么好打价 好我们来打个手电筒看一下它里面 这边的光有点散看到没 这边就弱一点啊 这边是一条水路 这边种水其实还可以 能到达一个若药若冰了啊 这边种水老一点 一条水吃进来看到没 其他的部位就比较差 这料子也看不到什么价格 也没有手肘位 这里这条水路也没有太大个用 不过是偏蓝的 这点蓝味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这个的话 我们打拼看一下 红嫩了一点 棉太重了 看到没 你看这种棉啊 教大家一招 如果说它的肿很老的话 结构很致密的话 它的棉会变得更细一点 更 更规则一点 分布更均匀一点 你看它的棉现在是散的一个状态 形成不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构出来 那这个种就是不够的 所以的话这个东西正常打架的话 我们也只能打个几百万 真的难打这种不上不下的东西 你说它差吧 它好像大家感觉还有飘兰花 还有点种水 那你说它好吧 它好像又太弄了 太白了 那这种东西真的是 给了钱 也不知道这个钱给它哪里去的 不给钱的话 又感觉对这个粉丝不太好 为了尊重一下粉丝 我们给它打个电话 跟它说明一下情况 好吧 哈喽 大哥大哥 我是薛明 老师你好 你那个石头我看了 你想卖多少钱 中小千吧 中小千看不到 因为这两块石头 其实总比较一般 不上不下的 小千呢 小千也看不到 因为那个 我给你具体说一下吧 这个小石头 它其实总不够老 还是比较偏嫩的 这么一块大的这个解口的话 第一它只有一半 大部分是达到一个细落的 然后有水漏的地方 是达到一个落化 但是也没有手肘位 取件出来的话 其实也很一般 也就那么几百一件 那这块石头 我给你寄回去呗 好 谢谢 不客气 那我们情况也跟这个翠有说明了 这石头的情况也摆在这里 那不是我们不收 就是主要是不对 如果说它品质高一点 价格高一点 我们也可以收 或者说能取手镯的话 能取什么剑 我们可以快速的去变现 能够看得到有价值的地方 也可以去收 或者说是这个石头 我特别喜欢 特别有特色 那咱们也可以花点钱去玩一下 为自己喜欢买单 都可以度时度的是一个娱乐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祝大家生活愉快 度个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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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